大家好 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很多命理老师都会说 你在我的影片下方留下你的八字 这样子我可以帮你做一个简批 然而 各位 这些八字简批 你会发现到 其实有批跟没有批一样 你的财运有财无库 你的感情脱折不稳定 他在批的时候 寥寥几个字 不超过20个字 就把你的一生奠定完 可是各位这种简批有任何意义吗 没有任何意义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人生 你要先了解 人生是起伏不定的 也就是说以五个运来讲 财官彼时印 这五个运 都有好运的时候 也都有坏运的时候 所以各位你就知道 你的人生 所有的运都有好有坏 所以他其实是在讲废话 这种批命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而是要批出 何时 哪方面会不好 这个对你才有帮助 所以各位 你不要为了一个免费的减批 然后批了一个不痛不痒的 这种评语 你就在那边紧张 人家就跟你讲说 要深入的话 就要付费 各位 其实减批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我们的人生本来就是好坏皆有的 这一种的情况 而且是所有的运都这样 你比肩运不就是跟朋友的关系 难道你这一辈子都跟朋友很好 没有吵架过吗 同样的你的财运代表的是你的金钱 你没有手头紧过吗 都有 所以重点并不是说你的财运有多好 而是要让我知道 我的财运什么时候会好 什么时候会不好 好的时候我去努力 坏的时候我要避开 这才是批命的真正的目的 所以很多人其实利用那一种人贪小便宜 说给你一个减批 然后又批的不痛不痒 批的让你会恐慌 说你这辈子桃花不顺 你会恐慌 这时候他就会跟你说要深入的话 付费 其实这些都是套路 所以为什么我不会帮人家减批 各位你要了解批个八字 不是两分钟就批完了 我们批个八字 最少最少批的5到10分钟 要讲多少字 所以批命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你不要为了说 他说可以免费的批命 我就给他免费的批命 结果你会发现到 你得到的东西都是不痛不痒 本来我们人生就是好坏都会有的情况 所以说你财运不好 他当然没有错 说你官运不好 当然没有错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以为你都是平平顺顺的一生吗 你难道不会遇到瓶颈吗 你难道不会遇到你的主管刁难你吗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 其实这种的简批几个字 就终结你一生太小而刻了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把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